习中风送医 75岁于天经霸肝脏七公分囊肿 最新病矿谱 75岁于天去年7月曾因为小中风住院 当时被医生诊断出脖子有两根血管阻塞 脑部也有血块 后来靠吃药控制 从他现身内壶核心健康管理中心 在月秉为医师咨询下做体检抽血 以及照超音波 结果也照出肝脏有七公分大的囊肿 十分惊人 医生也建议他两周后最好再回诊追踪检查 于天每年做一次健检 父亲节刚过 于祥全和柔柔这次自掏腰包 送他全套健检当父亲节礼物 则于天在于祥全跟柔柔陪同下 到核心抽血以及照超音波 结果除了肝脏囊炮 还有一脏囊炮 胆结石以及肾脏有钙化结石 事后受访被问到身体状况 于天透露去年做健检时 还没发现到有肝脏囊肿 但平时吃饭总是吃没几口就饱了 叶炳威医生听闻则表示 因为他的胃已被整个肝脏囊肿包住 所以食物吃下去很难到胃被消化 才会导致容易饱食感 但不建议于天开刀 因为怕术后难炮扩散又再长 所以可以先追踪观察 以形状研判应该良性几率大过于恶性 而于天被问到目前身体状况 他也坦言其实去年中分后有做手术倾斜快 进步也装了支架 目前就是每两个月定期追踪 他也因此忌口戒掉吃宵夜 爱喝珍奶的他更从一星期三杯减量只喝一杯 于天自认已算幸运 医生看到我血管阻塞状况 说一般人这样早就到了 还好我阻塞的是旁边的支线 不是主要血管 于祥全也补充 那时候我爸又半边感觉不能动 隔天照样跑摊 后天又去检采 我愈看愈觉得不行 才赶快拉他去医院检查了 又单引号 核心具备完善的医疗体系 发展全方位个人健康照护 斥资千万引进高规格诊疗仪器 打造五星级增容舒适环境 曾报道开始由专员接待咨询和引导 全程特约制的专属服务 检查皆由具备丰富临床经验的顶尖专科医师亲自操作 过程非常轻松安心 核心健康管理诊所院长林向洪医师表示 透过爱侦测系统辅助医疗诊断及治疗 能直接判断大肠细肉视线流型或非线流型细肉 准确度高达98%以上 可解决在临床上肉眼移露绿的问题 让大肠细肉无所断行 使检查更为仔细精准 还有一般健检中心较少有的胰臟内视镜超音波 是近年来诊断胰臟 极胆道疾病非常重要的新工具 透过内视镜加超音波相辅相成 能让胰臟病造无所对形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